围如最后一条之流,清水西红 卓水溪在八华山与斗流丘陵间 二水铁路桥出,传出山区,进入平原 河道至此,火达开了 往下又往去,两半继续过夜两天 这里是卓水溪冀山的山林 卓水溪冀山农业开发盛造 为中国农业净化区,向为台湾农藏 以卓水溪文明确胜 冲西山范围占张华县及云县面积的大部分 可以说这两县是由卓水溪所诞生 本集历史记载,卓水溪下游自二水铁路桥起 在张云平面上呈浮世状南北奔流多次白浓 卓水溪下游河道流成西多西 北边的东国溪又称旧卓水溪 南边的西湖尾溪,旧湖尾溪 即北方溪上游的湖尾溪 均层为卓水溪谷河道 一眼平口三十里,寂天白水溪清阳 浙水溪冲西山平原处处可见的平海凉天 青瓷和阳一望无际 没有高山与军林,没有峡谷与深渊 而这一大片青青河阳,却让人心情风生水起 透过一条条的渠峻,吸水着浙水溪 在风中摇曳者,等待丰收的季节 周日系维安张华平原外来系统 以阿宝决